主要就是为了增进家庭和谐,促进亲子关系 阮刘正的出气筒玩偶上写有宁志谦的名字 这验证了他想继续爱却不敢爱 担心再次被伤害的纠结心理 宁志谦与薛伟林情敌相见 还同坐一车,那狠人话不多的一问一答 搞笑了,为了不让别人看到前妻的美 宁志谦直接给阮刘正打扮得老了十多岁 这是各自心机,还是爱对方的不经意表露 那从听说你喜欢我第十九至二十集剧情 预告中找找答案吧,主要有四大看点 其中三个场面酷甜 真担心宁志谦和软刘正一时的冲动 原地重婚了 因为两人之前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 目前还未必找到,不急 这次务必要稳妥一点 千万不能再错第二次啊 一,宁志谦有些不耐烦的说 软刘正不是就想让他承认这件事情吗 现在他承认了,我喜欢你 但是,他也喜欢他这件事 软刘正敢不敢承认 右手托住点记 正侧身坐在沙发上的软刘正听到这话 直起的身来 手里抱住一个抱枕 宁志谦说 哪怕他心里有一点喜欢他,都算 软刘正认真的思考片刻 眨而眨眼睛 却说出他真的不知道 宁志谦的神情先是多少有点惊讶 然后苦笑 问不知道是吧 那他有一个办法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看到身着睡衣的宁志谦站起身来 软刘正正纳闷他想耍什么鬼把戏呢 猛然间,他被宁志谦用力 抢吻在了沙发靠背上 软刘正下意识地伸手反抗 一把打在宁志谦的头上 只听宁志谦,卫医生 躺倒在沙发上 双手抱头 神情痛苦 软刘正被吓了一跳 再看看被他打倒在沙发上的宁志谦 就慌乱起来 问他默示吧 他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弄疼他了 你软刘正边说边 靠近宁志谦 要给他揉揉头 还连声说住对不起 宁志谦顺是一把将软刘正拉倒在他的身上 嘴里困住 还说不喜欢 双手已经紧紧抱住软刘正 很投入地亲吻起来 只见 沙发上的两人脱鞋都掉在地上了 二 孕妇李大姐很执念地强调 他就是不要命 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程周宇说 先别激动 他现在应该对自己身体的情况不太清楚 他作为医生 把他的病情再当面重负一变 重度妊娠 高血压 他现在应该已经出现了头晕头痛 腹痛 呼吸急促 事物模糊 胸闷心慌 恶心呕 吐等一剂列症状和反应了吧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你程周宇伸手指住自己的脑袋 说最严重的是在他的脑部中央区 长了提格的肿瘤 目前肿瘤直径已经超过了5厘米 再继续放任不管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患者家属很恐慌地问 那会怎么样啊 程周宇回答会直接威胁生命 听到这膜严重 患者家属慌忙站起来问大夫 那该怎么办呀 程周宇建议 立刻终止妊娠 再进行化疗和开颅手术 李大姐双手撑住身体 要从病床上坐起来 说不行 他一定要将这个孩子生下来 丁一人劝说李大姐 先别激动 还是应该再慎重考虑一下 孩子没了 可以再生 这大人要是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李大姐还是很吃力地 勉强坐了一起 说知道他要这个孩子有多难吗 如果这个孩子没了 他以后就再也生不出来了 丁一人说 自己知道这是 但是现在科学这么发达 总是会有办法的 李大姐让别跟他提科学 他已经做了五年的试管婴儿 才有了这么一个 李大姐越说越激动 确立不从心了 程周宇喊来护士 小美 安排患者躺好 三 下班后加班 办公室里只剩下 宁志谦和阮刘征两个人了 探讨病历时 他俩无意中这超近距离的彼此注视 太袒露内心了 片刻对视之后 两人会心一笑 阮刘征打开茶几上摆放住的宵夜 让宁志谦赶紧吃吧 看到宁志谦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 还没有从工作状态中抽回思绪 阮刘征就端起饭盒走过去 用筷子给他夹了一块餐食放在嘴边 宁志谦不习惯了 或者说受宠若惊 问这是干嘛 他这魔大人了 还需要他喂食吗 阮刘征性眼人争 瞪了他一眼 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了声张嘴 看到这架势 宁志谦很乖巧地张开嘴巴 吃了一口 软刘征继续喂食他一口木耳 还夸他真怪 这温馨甜蜜的场面 却被吴小凡给打破了 只见小吴快不进来 突然看到他俩还都没走 就很诧异 顺口问宁老师这是在干嘛呢 莫等回答 吴小凡就意识到自己 进来的很不是时候 为了避免尴尬 就说知道了 吃饭呢 宁志谦问 吃了吗 听到小吴说莫吃呢 宁志谦就闹住 要不要一起吃啊 吴小凡还真不客气 直接坐下来 说既然给他留的有 那就一起吃呗 他都快累死了 还真饿了 软刘征走过去给小吴帝勺子 宁志谦喊了一声软一声 让继续喂食 软刘征给宁志谦使了一个眼色 嘴里说住继续 却敲声跟他说 赶快自己吃吧 宁志谦很满足地咀嚼住 品味住 满脸幸福感 四 在影院里 电影正片刚结束 大荧幕上投射出宁志谦和软刘征 在江州大学时的点点滴滴 有两人一起查阅图书的瞬间 有宁志谦在青葱岁月的时髦造型 有他意外捂住他嘴巴的瞬间 软刘征看到了这些独私人 禁不住胃流满面 吴小凡合成周语看得很认真 感觉找到滑点了 丁一元扭头看看软刘征 满脸疑惑 软刘征伸手失去泪水 脸上涌起些许幸福感 这十宁志谦的声音传出 大荧幕上也出现了宁志谦的身影 他开始告白 刘征 六年前把你弄丢了 在没有你的这六年里 我的天空没有了检色 我的生活只剩下呼吸 看到这场面 谭雅被感动了 想想自己的丈夫江城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吴小凡目瞪口呆 心想原来如此啊 怪不得 只是没想到您一生还会这一手 看来属于闷骚型的 程周语虽然知道 宁志谦和软刘征闪昏闪离的过去 但也没想到宁志谦竟然还会当众表白心计 丁一元再次看向软刘征 这才明白宁志谦那抹干脆的拒绝他 一表钟情的真正原因了 同时也羡慕软刘征可以得到这样的爱情 大荧幕上的宁志谦继续表白 说还好 命运又把软刘征送回到他身边 他相信软刘征就是他的命中注定 也是他的往后余生 请答应他 再嫁给他吧 你 软刘征被幸福感包围 眼睛 李秦柱类 应该是从失落伤感逐渐转化成为的喜极而气吧 坐在影院里的谭牙等八位同事一起 欢呼喝彩 一边鼓掌 一边喊住 嫁给他 看来 跟薛伟林的情敌竞争 宁志谦由于占了先机前夫前妻的曾经 宁响的助攻而胜出 真正有待考验宁志谦和软刘征感情或者婚姻品质的 是师姐董苗苗的再次出现 如果宁志谦可以抹去心底这一缕白月光 那恭喜了 软刘征始终担心的是 在宁志谦心中 他是不是董苗苗的替代品 完全过了被师姐劈腿这个心结 宁志谦还要做到母亲生前提醒的那样 学会爱蝶人 他与卵刘征才适合重婚 所以宁志谦此时的求婚 恐怕为时尚早了吧